像妈妈一样晒晒 因为她就有压力 后来就有忧郁症 因为我一看一个人的样子 我感觉我一直说我未来 我会做白凤丸 我也不是健康专家 我不是什么专家 但我一看一个人 我观样子 所以说观五行 我都知道这个人最近过得如何 所以我就觉得你一定 还没有完全复原 你的忧郁症 就是忧郁症 对不对 有点伤口 有在吃药吗 有在上帝的怀抱里 对 好 我现在就是要告诉你 不要吃药 那可能很多心理医师会骂我 医院会骂我 这样不成立 不要吃药 千万不要吃 不要吃那种什么 抗忧郁的 安静的 不要 就好好的找个快乐的朋友 你还不快乐的话看冰冰秀 你会每天听到很多很正能量的东西 正能量的东西 常常在上我们节目 你又有钱赚 要下次来就瘦了 又有钱赚 那又自然会 我不要跟他 好啦 那个林佳怡 你来唱一首歌 爱我三分钟 我们来欣赏这首 爱 是爱你也爱我 爱我 爱我 三分钟 爱我三分钟 爱我 潇洒走一回 我跟你讲 刚刚看到两位女生的笑容 我们会忘了 任杰林是曾经有过忧郁症 会忘了 现在开朗起来了 所以你要自己 因为你本来就是这样开开心心的 开朗少女 所以说你有忧郁症不行 五年前了啦 现在没有了 还没有完全好 要快一点好 好 赶快走出来 那三个字 不适合你 不合适 因为你就是应该 最快快快乐乐的 那人们现在 没饱饿就在找饱饿 没饱饰就在去找饱饿 比肥子我们就帅了 不容易 这个真的不容易 需要你们这些瘦子帮助我们 真的 大家一起动起来 动起来 我刚刚跟你们说 你刚才有像以前的 欧国六国游台湾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 说走好路 真好薄 就有好人来玩走 就是说你只要走对的路 叫对的朋友 要交贵人不要交贵 贵人 对不对 这样谢力经就很好 贵人 很棒的朋友 下次要她一起来 好的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 就是 走好路 真好薄 有好人来玩走